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HINDY 區的部,我是昭翰王 今天大家看到我桌上有這麼多黑膠 和標題好像有點不同 標題就寫小碟機,但為什麼我桌上有這麼多黑膠呢? 其實這個影片,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黑膠有多好玩 究竟黑膠有多好玩呢? 首先我們先不要理會聲音 看看你的功力去到哪裏 我首先和你們說的是購買肉 當然你們玩HIFI的 一定是想買好多的器材 好多漂亮的器材,好多漂亮的喇叭 回來慢慢自己配 但在香港串金尺土的地方 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玩黑膠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不斷去買東西 就好像現在我桌上的張國榮的黑膠 其實我已經存了很久 由三年前開始玩黑膠 到現在我已經存到現在了 現在應該張國榮的黑膠 我應該剩下三四隻 但那三四隻太天價了 炒到太瘋了 基本上我不會買的 除非有網友送給我 有新的、有舊的 買到回家 當然要幫我洗澡 舊的碟要洗澡 大家都理解到 但為何新的碟要洗澡 在製造的過程中 會有一種叫脫無劑 那種脫無劑會殘留在碟面 如果有經驗的黑膠有 其實他們會知道 新的碟買回來之後 如果你不洗的話 聲音會偏硬 而洗了之後 整件事會舒服 就像你放了工回家 洗澡一樣 聲音會舒服 所以在新碟也好 舊碟也好 洗碟這個工序一定不少 鏡頭一轉 大家看到我桌面有這麼多東西 其實這部就是我 很想玩很久的洗碟機 這部洗碟機為何這麼吸引我 首先不要說它的功效 我們先說它跟機來的配件 它有一支跟着的清潔液 接著 就有一個用來給你 這個我覺得很棒 這個用來給你吸住 黑膠的焦紙 當你洗碟的時候 吸住它 接著有些防漏膠 以防清潔液 整濕那張焦紙 所以它就給你吸住 那張焦紙 這樣你將焦紙一定不會濕 這個我覺得是很貼心的工具 除了這個之外 有一個7吋的 用來給你洗7吋的刀 也有一個給你洗10吋或者12吋的刀 這個可以除了出來 除了出來之後可以換7吋 去洗7吋的刀 還有一個配件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用來吸水的 還有一部主機 除了一部主機之外 前面還有一條喉 這條喉 其實你可以用來購買 譬如說這條喉 這條喉 會在下面 吸水後 會在下面 流下去 所以在下面 預留 一個 一公升的可樂杯 都夠你洗的 因為 你想想想 這麼細緻 這麼細緻的清潔液 你吸得多少 好了 至於組裝方面 就十分之簡單 基本上 這個 用來吸水這一條 其實基本上 你只需要跟回 後面有個 位 有個螺絲位 就這樣 放進去 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 前面這個 就是那個刀 刀 就是這個 這個 當時不用的時候 可以撥開 然後 有三塊 海綿 給你 三個不同的尺寸 可以給你不同的尺寸 如果是12吋多 就是12吋 就放上去 基本上 已經組裝完成 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我剛才拿回來 其實我上網看過 有沒有組裝他的影片 原來是一條都沒有的 不知道是否因為太簡單的關係 人們都完全不怕 所以我這次 這麼簡單也好 我都要示範一次 如何裝上去 好 裝完之後 我們現在出去試試洗碟 好嗎 咦 為什麼又在這裡 因為 免得搬出去 太大步 外面又不夠光 所以我現在就在這裡示範 今次我找到一張 舊DECKAR 在日本旅行的時候 買回來的 應該是買回來之後 我應該是三四年前 買回來之後 其實我都沒有洗過 也都沒有聽過 只放在那邊 那就 示範一次 讓你們看看 洗了和未洗的分別 好 大家聽了一小段音樂 其實大家都聽到有些炒豆聲 我就把碟抽出來 放在這裡 如何清潔 我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 首先把碟放進去 放完碟之後 我們首先要擠一些藥水 人手擠下去 其實就不需要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 就有可能會漏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掃 放在碟上 接著就開始按按鍵 按鍵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它不斷在轉 它那個掃就會不斷在那裡 將那些清潔液 會掃均勻整個碟 譬如說 你看到有些清潔液 如果好像今次這樣 我擠不夠在裡面的內圈 我再擠多一點點在內圈 讓它完全可以 清潔液完全 塗滿了整個碟之後 就會自己在那裡轉 轉完一邊之後 就會轉第二邊 重複兩次之後 接著前面就會斬藍燈 當它轉完兩個圈之後 基本上它現在會斬藍燈 斬藍燈之後 就可以吸收 不過以我的慣常 我會讓它再轉多兩個圈 不過今次拍影片 不讓它再轉多兩個圈 因為轉多兩個圈 清潔效果會更好 今次我就這樣拿起掃 轉回掃 接著我們就下吸水 好,現在已經吸收完 基本上已經可以拿起吸水 這個 停止 接著就可以放回掃盤 就可以看到 這部耳機 可以放置 再說 最好 就可以了解 解釋 解釋 按摩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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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洗碟机的清洁能力 至于这部洗碟机,我挺满意它的清洁能力 因为我现在市面上试试了很多不同款式的洗碟机 这部洗碟机,当然以它的售价来说 我一定不会说它是最好的 因为再好一点的一定有 甚至乎它自己的模型也有一个再高级一点的全自动 所以这部洗碟机,我认为清洗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最喜欢它那样东西 当它吸水时,摩打很安静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其他洗碟机 使用的功能,大致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它的分别就是 当它吸水时,摩打真的吵得像吸尘机 或者是风筒一样的 很吵的 但是这部洗碟机,当它吸水时 摩打的噪音是可接受分配的 所以我挺喜欢这部洗碟机 因为这部洗碟机是$14,000多 是$14,000多 就已经可以有这样的功能 现在市面上可能有些更便宜的 但是更便宜的那些 吸力又不太厉害 摩打又吵乱巴闭 那你就自己选择了 有便宜有贵 就会随转便 有些$3,000多 $3,000多 整部吸尘机 所以我枪黄是极力推介 这部洗碟机 如果大家玩吵架的话 洗碟机一定不能限制 如果这个价格是$1,000多 这部洗碟机 我觉得是值得推介给大家 这部洗碟机哪里可以买 现在在香港总经销是在旺角窗明大厦4楼 风铃音响 价格是$14,000多 建议零售价$14,000多 你说是贵又不太贵 因为现在的洗碟机 比较漂亮的都去到$3-4万 这部是$1,000多 我觉得是可以的 而且价格也十分节省 不是太大 刚刚我放到一支碟 最后 未订阅HiEndy YouTube频道的朋友 快点去订阅 有新片的话 会尽快通知大家